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眼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花姨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浇点水就好了 好家伙了 你给我大舅子扔沙漠里边一个月 你说给它喝点水它就好了 不可能的臭宝 先把那种干枯的老叶子全部收拾收拾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线 叶子稍微那些不好的全部剪掉 很长的那个也剪短一点 就是叶子长度不是长 剪短一点 适当地来一点点肥料浇足水 再让它长一长 下个周宝说月季甲百丽 夏天光杆咋养护 你能把月季养成光杆 司令 现在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这个是有点水大 水大了以后就烂根 烂根以后它就黄叶子 你那个叶子我不出意外的话 我的判断就是先是叶脉黄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干养 干养干养明白吗 就尽量的焊了以后再浇 它看看能不能标出芽来 如果说 焊了以后标不出芽来 基本上就无望了 如果说你想用药物辅助的话 可以用叶狼一号 它是一个爆芽的 可以喷一喷 好吧 如果说你们那边雨水老是多的话 你就放到光照好一点 但是雨水淋不到的地方 先把水给控制一下 好吧 初宝 你给它裹个棉是几个意思 用得着吗 用了个保温棉 防止花盆过热吗 挺用心 下个周宝 麻烦帮我看看这个百合咋回事 还有旧吗 水大 缺光 通风差 还缺肥 它需要很强的光照 而且它需要一丢丢的肥料 现在就是水大缺光 它又缺肥料 土长 长出来叶子怪多 黄啊 就缺肥啊 缺营养啊 明白了吗 加强光照 适当给肥 下个周宝 这个地方有个芽点 这个树干就活了这一半有啥办法吗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从底部长出来水枝 人家交给你的这个芽枝吧 就这样吧 先别管它了 看看能不能飘出来 现在我能给出的建议就是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一部分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天天遇上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们埋的时候别埋的特别深 它的植物根系是往下生长的 你上面盖的后没有用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啊 适当的也是 如果说老师不发芽的话可以喷点叶狼一号 下个周宝说 桂花树这样了 是不是在家配粗草剂的时候熏着了 这个跟那个不影响啊 你这是盆栽还是地栽啊我都不知道 现在能做的就是修剪 然后用繁微水加杀菌药 如果是地栽的话 把表面的那些草跟盆土 就那个地上的土稍微松一松 如果是盆栽也是相同的道理好吧 你看你右边那个桂花也是都黄化病了 就是你长时间的不施肥 你施肥也不对路 你懂我意思吗 你像给你打个比方说什么回事呢 我大舅子胃酸分泌不足消化不良 你说你给它吃这吃那吃这吃那 吃啥都没用 所以说这是因为它不消化 还是因为碱性高 而导致着这些黄化病 所以用繁微水可以调剂啊 下个厕宝我越去感开裂了什么毛病 裂裂去吧 它觉得很尴尬 所以说我裂开了 就那个意思 看它不爽你就给它剪了呗 对吧 它不是不长了 你管它裂不裂 我看着这个是硬伤啊 这个东西还挺少见 里面没有虫吧 拍个整体看一下 如果说就在一个头上这一点点的话 不排除是有虫子之类的 给你霍霍的 如果说大面积这样就是有毛病了 小的话嘎巴的一剪刀 别纠结 你看老花姨 我的头发稍微分开了 咋回事 你看那样研究没意思 好吧 就是不说记得点赞 请订阅我的出口呢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姨 眼花最大一 白了是吧